这一节非常重要 我们要介绍电阻 电阻的英文用R表示 R1在英文字的字根 就是再次 就重复再次 SIST 这个字根就是站立 比如说有人叫你走 你不走 一直站在那边 就会抵抗它 就会阻力 所以这个是电阻的英文 ANCE 这是名词的字位 我们看这个图 水管由水流通过 如果把水管挤压的时候 让水管的口径变小 则对通过的水流 就会造成阻力 一样的我们知道 在导线中真正在移动的是电子 我们知道 如果这是一段金属导体 先不管它有材质 电子在通过的时候 有很多的电子 在通过这个金属导体的时候 会跟这个金属导体的原子产生摩擦 摩擦就会生热 就产生阻力的由来 我们看第一点 电阻 电流在导体流动的时候 会受到阻力 这个阻力来自电子跟导线的原子 发生碰撞 而产生阻力 而这个阻力会使导体内产生热 同时电子 攜带电池的能量 可以把这个能量 转换成热能 或者光能 等其他形式的能量 第二点 不同种类跟形状的导体 如果使用相同电压的时候 它所产生电流强度也会不同 待会下面我们会介绍 电阻比较小的时候 电流强度就会比较大 电阻大的时候 电流比较难通过 就电子比较难通过 所以电流强度就会比较小 第三点 非常重要 我们来讨论 影响电阻大小的变因 有四点 截面积 长度 材质 还有温度 首先 导线的截面积如果越大 就导线越粗 越粗的时候 电子比较容易通过导线 产生的阻力就会比较小 所以电流就会比较大 第二点 长度 导线如果长度越长的时候 则电子在通过导线的时候 跟导线原子碰撞机会就会增加 所以电子就比较不容易通过导线 产生阻力大 电流就会比较小 第三点 材质 不是所有的导体都容易导电 像比较容易导电的材质 像金银铜 它们电阻比较小 电子比较容易通过 而其他金属导体 像镍铅 或者个 电阻比较大 导电性第一名是银 再来是铜 第三名是金 而非金属的话 电阻一般都非常大 电子比较难通过 但是有个例外 在国中学到了 好就是石墨 也就是碳 第四点 温度 对金属导线而言 如果温度越高的时候 温度高的话 能量会变大 电子比较不容易沿着一定的方向前进 也就是说电子它自有移动的程度会变大 而且温度高的时候 导线中的原子会开始做原地的振动 所以原子的振动程度也变大了 那跟电子碰撞的机会就会增加 所以产生的阻力就会比较大 这个电子一是电子 电子在导线跑的时候 为什么跑不快 原因是这里 因为导线里面有带正电的原子核 所以电子就有机会跟这个带正电的原子核碰撞 就会摩擦 就会产生热 所以会限制电子移动的速率 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 有它的材质 像银铜金 银是电阻最小的 第一名是铜 第三名是金 这个要备哦 银铜金 还有温度 温度待会我们再讲一再来介绍 还有它的形状 包含截面积跟长度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 截面积跟长度怎么影响到电阻的大小 这个封闭的回路 是一个铜路 这个电灯量 这边接了三颗电池 这个代表一个电阻 把一个导线把它放到 这边有个电阻 你注意看哦 如果这个长度越长的话 没有你长度越长的时候 电子跟原子盒碰撞的几率 就会增加 所以电阻大 电流小 电流小 灯泡会比较不亮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对不对 老师把它变长之后 你看灯泡亮度就减弱了 如果把长度缩小 你看亮度就增加 这个是来看那个长度 越长电阻越大 电流小 灯泡就比较没那么亮 那我们看那个截面机 截面机你看 截面机如果越大的时候 一次通过电子比较多 对不对 所以电流比较强 灯泡就比较亮 如果截面机比较小的时候 电子流速就会减慢 流速会减慢 所以电流小 灯泡就比较没那么亮 好我们来看这个动画 好这是一个金属导线 也就是电阻 现在电阻是1.2欧姆 1.2欧姆 好我们知道 电阻跟长度成正比 把长度变长 长度变长 你看这个电阻就变大 长度变小 电阻就变小 再回到正常状态 把截面机 截面机变大 电阻会变小 截面机变大 你看截面机变大 电阻就越来越小 这两个层反比 截面机越小 电阻就会越大 好我们看翻例 一个铜块的尺寸大小 是3公分 4公分跟5公分 沿哪个方向 通过的电流 它电阻会最小 好我们来画个图 你们要画一下